今天咱们就出来打窝了 带了一马带了这个 哎呦花仙鱼 咱们来打窝这个藏在峡谷中的这个超级大坑 给它进去 好了 我再打完了咱们回去了 过几天来旁边 三天后 哈喽大家好我是阿干了 这是我冲冬海的四百二十三天 这个坑是前段时间咱们用花仙鱼打过的坑 今天带了两台的抽水机 给它盘掉 好了 咱们这个抽水机组装完毕了 开盘小龙 好了 这个坑终于抽干了 原本开始抓了 我这有一只超级大的 哦哦哦这一只牛逼了 哦哦哦 这么大的黑鸟 这么大的黑鸟 我又是第一次抓到 这个男座刺身无敌啊 哇你好糊啊 哦石鸟 哦这是斑点鸟 特别满了一种 这些 哎呀 呦干 好看吗 漂亮哦 被我踹到了啊黄翅雕啊 这里还是飘飘亮亮鱼你看 哎呀这是什么鱼 这个具体叫什么鱼我也不知道 反正他就知道他很好看 很少点 你看这一只 哇这一只啊 这个是什么 这是什么石鸟 这一只石鸟 很漂亮你看 身上成这种花纹 肯定是值钱货 先收了 这种越漂亮的石鸟 基本上都是值钱的石鸟 这是一只十九龙吗 一模一样你看 不对不对不对 这这也是这虎鱼啊 石鸟鱼啊 石鸟鱼啊 很丑 哎呦哎呦哎呦 这个鱼 这个鱼有剧毒的 看没有虎鱼 很丑这种鱼很丑 但是听说这种鱼非常的美味 来了 这小个 这里这里 哇 鲁鱼啊 给力哦 进去 把爪鱼 已经冒头了 我看到你了 哇这只可以 这个大 也是鲁鱼 好几只鲁鱼 我看到了 漂亮 一斤左右 这里这里 十九龙 小鼻鼻收了 哎头 哇哇这只也有一斤多了 啊八爪鱼 哪里 这里 哎 差点没发现它 哇 这个也大 出来 啊 来了 这这边上还有一只 还有一只那个 十八 看到了看到了 绿眼睛的 一只涂斑 哦漂亮 不知道了 一斤多吧 这里这还有一只 还有 还有 还有个石雕 不知道抓哪只 哎呦 三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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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雕刻太多了 讲吧讲吧 都讲 混掉了 这个石雕 刚才是石斑放哪去的 看这 这尾巴 漂亮哦 看到没有 尾巴大点黄色的 哎 这里还有 这里还有 躲在这里面 哦 哇 又是一只 石青了 这个发财了 哇 你看 这边 十九宫搁浅了一堆啊 一堆 你手都抓不过来 啊 哎呀 还会笨打 还没死这一只 呵呵 捡钱啊 这个工夫之前 别看他瞧瞧的 瞧见面 有一条鳗鱼 哇 挺大 这个有点大 哇 死了吗 没有啊 鳗鱼这种东西 生命力很顽强的 哇 这种很肥啊 哇 哇 这个 我直接给他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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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大堵啊 这个 哦 牛逼 今天这坑都是好货 再找找 小喵喵 这里还躲了一只 黑毛 哦 哦 挺大 一斤多 塑料 鲁鱼 好 一斤左右 五哥 应该没了一斤八两左右 还有一只 两只一起来吧 包工 包工 加死掉 他在过他了 哎呀 游过去了 来了来了 小鸟 小鸟 小奶椒 这是刚才逃跑出来的八爪 还抱个石头 不要石头 好了 咱们几个人又寻了一圈了 没什么鱼了 咱们到床上去看一下今天的收获 今天的收获非常的棒 都是好货 走 好了 咱们这个 啃抽完了 看一下今天的收获 今天都是好料 石鸟 黑鸟 超大黑鸟 三道鱼 咱们值钱的来数 先数值钱的 然后这一只这个 这一只这个斑点鸟 斑点石斑 这个斑点石鸟 斑点石鸟 然后的话这只大鰻 现在应该到石鸟了 我就到土斑了呀 哦对 土斑也之前 这几只土斑都非常无稽吧 可以 好了好了 咱们把这个收进去吧 那这一期的视频 咱们就分享到这里了 喜欢我的视频们可以点个关注 分享一下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 为了打个窝子 我们从悬崖上爬下来了 水根在那里啊 看到了 走下去打了 这是一条 重大15斤的马胶鱼啊 一斤20块买了 这一条买了300块 好 咱们今天的话 就来打这个悬崖下的这个大坑哈 忘记带刀了 算了直接上吧 把布留下 一二 走你 刚好 好了 为了 打完了 咱们又要爬到这个山顶上回家了 开床太麻烦了 两天后 今天这个岸边浪太大了 大龙就呆在床上了 让他偷懒一天 咱们用那个马胶鱼打过的水根 今天来了 今天这水根非常的漂亮 刚好一堂避水啊 肯定有大货 小龙也把机子装好了 咱们马上开抽 都是鱼 来来来来 精方 尘密尘 多了 应该 里面 里面都不用 哟 这个大 哇 这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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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走走 哇你快 走走 这一只没了 这一只没了 这只厉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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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点怕 哇 哇 你看这个 这个闭长生开 哈哈 努逼了 拿个 拿个桶 拿个桶 这么大了 就吧 这么专门给他放个桶 一个桶都放不下了 哇 来了 鲁鱼 一斤左右吧 冒个桶在这 哇 鲁鱼 这只厉害 十斑 土斑 好窝 这还有还有一只 都新吧 起飞了 这一只 我还以为是 我还以为是土斑的 我好漂亮啊 这一只好大 这一只估计有个 这一只有个三斤左右了 发财了 来呀 进去 哇 第一次抓了这么大东西吗 一千多到手了 这有个烟纸罗 你看 好大 我刚才以为是这一只 这一只土斑 黑鸟 我有劲啊 我是黄赤鸟啊 漂亮 漂亮啊 这个已经 也要七八十 这个露个尾巴在这里是什么鱼卡在这了吗 黑鸟啊 大黑鸟这个 从这里来了 来了 看到了 打我了 这只好飞 这还在涂泡泡呢 什么东西的涂泡泡 你看 看见了 现在没水了 他们都往这个水深处的地方扎 哎呦 这个还行 这里还有一只大鱼鱼 被我瞄到了 这只石头粪你一下 呜呜 可以吧 还有 就这个角角里面 躲了好多 哎 来了 摸到它了 被它游走了 这两个石头 应该是互通的 刚刚那边的鱼 终于是跑到这边来了 来 一只都别想走 来了 肥肥 躲在这石头底下 来了 什么东西 鳗鱼 来了 那条鳗鱼就拍那一顿不顿 我早就摸了 看到它了 来了 黑鱼 来了 来了 我还还吃掉 这只漂亮 哎呀呀呀呀 看看 小鲁鱼 这太小了 给它放水里去 小鲁鱼 大鲁鱼 大鲁鱼 大鲁鱼鱼 啊兄弟们 看一下今天的收获啊 哇 就这一只 这么大的东西吗 我是头一次抓到啊 估计有个三斤多了 这一条就要值个一千多 啊 然后鲁鱼 黑鲁 鲁鱼 还有这只土斑 这只土斑 一斤多 也很值钱了 啊 还有这大花盖 这个大花盖 很少见很少见能抓到这么大的花盖呀 好了 今天的收获总体来说非常的好啊 那这一期的视频咱们就分享到这里了 喜欢我视频没有可以点关注分享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